在無人機圖示的應用的部分 那我就是就歡迎他來講 這兩名主席 大家好 我是Gavin 我們其實做這個專案蠻有趣的 其實是被我們那個 異銷的那個分隊裡面的感官吹奔的 但是先談一下廣告 如果來聽這個應該有興趣 歡迎可以加入這種異銷行列 他是機能型異銷 包括你喜歡玩水或喜歡登山 或者是你喜歡玩空拍機或搭 因為都會寫點扣 其實可以參加這個自動軍異銷 有興趣 全省都有 其實會做這個專案 大概我們當時 其實歪樓歪很大 我們當時想要的構想是 就是可能就是直接使用 google的服務 我的商家 google助理 googlemap 這些 基本的功能去做 他也有想要去做 可以碰到那個 航環機去 去完成這個功能 但是後來就是 在去領域提案的時候 有好幾位 有興趣的人 或者是願意 協助了 我們就 方向 整個就不一樣了 大概 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需要 如果有興趣 其實我們還想要持續 把這個專案做一些 精進 或者是做宣傳 還有一些技術資源 或資料整理 其實這個專案最主要是 資料整理器還蠻重要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如果有興趣 可以去 跟我們聯絡一下 在我們當時做專案的時候 其實 也有 有人已經開始幫我們做APP 已經上到Ghub上去 但是 後來我們不主推的原因 其實 其實消防在應用 他喜歡簡單化 而且 和規定成本 這個是一個最大的困難 還有 資源跟維護 其實蠻重要的 其實如果在做專案 資源跟維護 其實如果不夠的時候 你可能後面的東西 你要更新 或者是說 其實 這個會有牽扯到 現在每個縣市 那個消防專的位置 跟資料分析 還有我們在 有時間就持續不許他 是不是把資料 再開放出來 因為有一些縣市 目前還是沒有開放 再來是 我們陳大大 他現在 有幫我們把 所有就是 開放資料的部分 全部 放到 OSM上面 再來就是 所謂的測試 其實有很多相關 呃 要求 我們專案做完之後 他會要求 就 呃 有資料了 那麼多 但是其實 目前看到的 就是 還蠻多 苗栗新竹 跟 花東這一帶 其實 資料 還沒有那麼足 還有這邊 所以我們希望 如果有人可以 有興趣 可以加入我們的行列 好 重點來了 我們 印象中 大家看到消防酸 就是這個 而事實上 在都會區 就是看到這樣 或者是 呃 你在網路上有人 拍出來這個叫消防酸 這個都是 但是 我們紅色這一個 或者是大樓裡面的 兩個 兩個圓孔 讓你插 插那個 呃 我們叫苗子 就是 那個要救火時候用的 就是 用途 不一樣 大家印象中是這個 但是 大部分 是這 這兩個樣子 我會看不到 甚至 如果你真的急 要用的時候 還有一些 呃 跨仙式資源的消防弟兄 在使用的時候 他其實 會對那個區域是完全不熟 就找不到 呃 呃 這也是後來喔 其實做完之後 呃 他們喜歡 希望是不是更簡單 所以我們消防倒水小防守之後 要求簡單 現在甚至 本來 本來 當時有提了說 要用語音輸入 或者說 呃 是不是他直接語音輸入地址 或者是 呃 可以更自動化的功能 甚至 呃 呃 有一些比較 呃 沒有用的手機 或者是中國人 他沒有比較低接 低接的手機 他 可能 Google Play 這種平台都沒有了 他 也想要上去 齁 這個就是很為難的地方 而且 最主要我們那個 消防地震 他喜歡 是不是做完全免費 可以很簡單 可以好上手 就是目前 其實做這個專案 最 最困難的地方 因為 呃 沒有成本 而且你要 Android IOS 甚至說 在 Web的平台 可不可以 完整的可以去使用 但是 後來 其實有一個功能 我們有拒絕 就是 呃 如果你導航 其實現在很多 像 用IOS 你就用 Apple的平台 你要導航方便 你用Android 你用 不供Maple 你去導航 都沒有問題 但是 呃 他們還想要說 把這個 呃 可以直接 就是語音輸入 可以做導航 但是我們建議不要 原因是因為 目前現在導航 環體那麼多了 它精準度夠 我們希望 它的使用情境 是 直接到 你打 直接到你 需要 支援的區域 齁 其實現在 OSM 相關的 App蠻多的 呃 直接 呃 在Android 你直接打中文 叫放酸 其實都會列出來 你只需要 找 找究竟的 消防專的 位置 齁 直接去 去確認 位置 大概你多近 很快就會找到 但是他們希望 想說 喔 你是不是可以更好 但是那個 呃 地址的功能 目前我們是建議 就是 呃 辛苦列入考慮 或者是如果你們 有興趣也可以幫我們完成 但是我覺得 那個功能其實是 呃 還 需求性沒有那麼高 所以我們就 目前還沒有去 去處理它 呃 但是這個功能 我們希望說 為什麼要簡單好上手 是 第一個 它確認啊 裝了資源 OSM相關 而 投資了APP以後 它只要打開 直接搜尋消防專 選擇 究竟的消防專 你就可以直接 呃 到達你指定的位置 這是我們想要的 因為 呃 其實 做這個專案 什麼消防小防守 之前其實有很多人 用 呃 所謂的 呃 Google的 我的地圖去做 但是 大部分都是 每個人做一個階段 你去Google搜尋 大概 呃 這 十年內 很多人 呃不管是 呃 替代益 還是 呃 消防的 體系的人 願意 他會就是 呃 一步一步建立那個縣市的 但是其實都是 小區域 沒有像我們現在 可以把 呃 開放資料 呃 消防專部分 已經會成到OSM上面 等於是我們 利用OSM來做資料庫 如果你要去 發想更多 更多的功能 或者說 你只要 呃 增加更多 更便 更便利的功能 其實在OSM 在結合你相關APP開發 或者是你層次開發 都做得到 但是我們希望 現階段就是 可以做這麼方便 它不需要 很 很複雜的是說 例如 呃 我要去 資源的時候 我要打開 某個縣市 某個 某個區 例如新北市 我可能是 呃 如果你在巴黎 你要去巴黎資源 或去 呃 新莊資源 去哪裡資源的時候 就 可能 你要找很困難 大概是這個概念 所以說 呃 我們希望說 如果有興趣 可以更多人來協助 呃 把資料更新的部分 就是 呃 即時做化 呃 方便一點 大概是這樣 再來 呃 這個 我們談一下 其實 公益生的圖資 其實還蠻好用的 就是 呃 無人機救災 其實就是 呃 其實 現在無人機發展 就是方便 喔 像這個系列的 它大概 不到一公斤 呃 我們在 呃 之前的 有一點多公斤的 甚至這種 兩公斤級 到幾公斤級 或者是可以 抽賽 多功能 呃 呃 距離有的 甚至於到 10公里 到15公里 那但是 到想救災之前 呃 要小心 無人機法規 最簡單的 就是 它有三個級數 呃 G1 G2 G3 跟建物 你要 你建築物或道路 或者是 呃 快速道路跟高速公路 要30米外 不然 就是 吃罰單 喔 再來才 再來才講 呃 G1它是4G外 夜間 跟你要 飛高一點 G2就是所謂 農噴跟頭子 海調 或者是未來送貨 G3是在人群上空 啊 如果你不注意 不注意這個 基本起跳罰款是 6到15萬 所以可以參考一下 再 呃 提到 OSM圖資 它最方便 最好用我們看過的 就是 呃 法規上路之前 或現在 呃 政府單位它 推出來APP 之前 我們最好用的功能就是 它 哪個地方 飛上去 有軍方單位 你可能會有 會有麻煩 呃 在OSM圖資 呃 或者什麼 呃 你自己撈出來的資料 你自己撈出來的資料 其實可以很簡單 便是 盡量把這些名牌區域 可以離開 這其實也是 呃 開放資料 呃 滿方便的地方 如果你去 呃 要使用 所謂無人機 不管你要救災 或什麼 應用 你要很小心 呃 法規上路了嘛 說 呃 這個 可能現在顯示沒有 那麼明顯 綠色跟黃色 但是 到法人版本 它就會告訴你 它有空譽說明 它有時間限制 而且 你只能 使用低於250克的無人機 如果你不小心 就直接 觸發了 差異這個是非常大的 說 在使用無人機 可能也要小心 這個部分 再來如果說 我們現在有提到的 是說 呃 開源類 有用到相關 OSM 圖斯的APP 其實 蠻多的 我列舉兩個 開源的 啊 商用的是 這個在 呃 做無人機領域 如果應用還蠻廣的 就是 呃 功能 其實你現在 有聽到在台灣做 所謂無人機取飛 所以 除了一家以外 其他的 就是用這個 UGCS的 商用版的 全飛軟體去做的 在台灣目前看到 只要是 可能是 欸 南台的 那個團隊做 呃 的無人機表表 大概都是這樣 我們看到的 包含去年 呃 成大的他們團隊 在呃 呃 台南路爾門也是 都是用這個 UGCS去使用 但是 方便是 呃 大概都整合進去了 整合進去 你要看 OSM圖資 或你要 有地形 或你要高層 其實都可以 做應用 啊 如果還沒有提到了其他 像什麼 QGC 這樣的軟體 其實 它就變成 呃 你切圖專的方式 可以 整個把它導入 最後其實 呃 在 開放圖資 應用到 無人機 再來 就是 呃 所謂我們看到的 這個都是屬於 所謂無人機方面的 D面杖 還蠻好用的 那還有其他相關的app 再來 其實 呃 無人機你要去 做 救災應用 我們現在有個實例 喔 我想問一下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無人機 如果你是要救人喔 但是我們今天這個例子 是用人做例子 因為 呃 做 做一宵有一些 呃 敏感的 跟人喔 或有一些東西 我們是 不可以去 把它公開的 我們今天拿這個例子 其實是 就是剛好也是 救一台無人機 呃 在商區喔 不管是你 救什麼東西 人或者是 救物體 你看到的 都是綠色的 如果你 魚人不是在 步道 或者是你在 山境上面 你看到的 幾乎都是 所謂 森林 或者是 那個 山谷 啊如果 我想問一下喔 如果我們現在看到 全部的綠色喔 無人機這麼小 這個 這個位置喔 是在90度的 呃 山壁上面 有沒有 你怎麼看得到 他 大概是在這個位置 如果 呃 你要很精準的喔 使用 無人機搭配 像為什麼我們都提 開圓圖資 就是因為 呃 他可以定位你的等高線 或者是你的高層資料 呃 開放出來的資料 再把它補足 不然如果 我這樣講齁 呃 大家都在 都市生活 這樣子的 你如果 直接定位齁 如果 呃 你有辦法用程式 或用APP 或地面站去定位 直接飛過去 你不考慮高度 你百分之一百 就是 像這一個 這一個救援的例子 他就是 飛飛到忘我 就直接側面去 去撞 撞上去了 就剛好是 這個樣子 就 直接 90度的那個 呃 上面 他他剛好有樹 或一些 草叢就直接掛在上面 還蠻明顯的 啊 我們這一個例子齁 其實我們 呃 有請我們 去協助 我們就是 至少刮了兩次喔 在看到的 就是密密麻麻 你剛剛看到 可能你認為好 沒有什麼就是這樣子 但是其實就是用空拍 你才拍得到 齁 那如果你去 真的去 救災齁 你不管是救人 或救物體 你實際上你要到達 就是 你的 航機 人手的航機 就這樣 密密麻麻 走來走去 因為 就是那麼困難 因為到 那個點 下去就是 幾乎 90度 你沒有特殊工具 還好 呃 這個機組 他至少有一點概念 呃 他沒有嘗試自己 是 可能用 用工具 繩索 或不簡單的東西 他就是 呃 要下那個90度的那個 山壁去 自己先把飛機拿回來 不然 講白對應該會上這會新聞 齁 那我們 舊的齁 第二次 我們 我們至少是 兩次 第二次是我們 請 呃 原來的位置是在這邊 三進走完 我們 兩個 一個是下切 一個上來 走步道之後 我們切到這個 第一個點 我們去 幾乎是 繞這一個 是看哪一個 是上切比較方便 還是 要繞上去 高繞 最後 從第一個點 第二個點 第三個點 第四個點 到上面 飛機的位置 再高繞上去 固定 繩索之後 確保的很安全 所以 我們有點 有兩位去確保之後 才垂降下來 所以 我們希望說 呃 其實 講 看起來是很簡單 但是事實上 呃 我們 看一下齁 這個用無人器 呃 人很難到達 但是用無人器 其實 你 程式設定的好 你的 你確認好你的 等高線 齁 這些資料是沒有錯的 你判斷了 OK 他就 幾乎是 呃 導彈功能 就是直接從地面 就直接到那個點 那這是第二天拍的 第一天我們就 影片就 就沒有放出來 你要看到 這邊 位置大概是在這附近 因為 欸 呃 影像會有一點那個 你等一下在這裡有沒有 看到我們一位 就是他已經在 確保完之後 開始在 準備要下 從 從 繩子都確保完了 準備要繩子要下切下來 大概是在這一個位置 你空拍機如果你不貼近齁 這個 十米到五米內 或者是你沒有所謂的那個 呃 鏡頭可以伸縮的 可以 可以拉近的功能 其實你完全是看不到 就是 就這樣 因為這個解析度是為了放順暢 其實我們已經降到720匹以下 我們才看到的功能是這樣 如果 呃 其實無人機很方便 就 直接飛 從那邊上來 其實 一分半之內 你再怎麼慢都飛得到 但是 如果你要去吊掛 本來如果 他這一個 這一個點 他不是90度 他是 呃 可能就是 他是一個平台 或什麼 我們可能就不會用人去救 跟 呃 呃 三岸救援其實一樣 我們就 可能我們就是 他在零寒的地方 我們就會用無人機 直接去 呃 吊掛救援的方式 直接把它勾上來 就直接下來 就不需要那麼累 呃 我們總共 花了兩天 第一天去確認 因為 呃 這樣的複雜的環境 我們至少 當天 第二天準備的繩索 超過 150米 阿 確確保神 確保神 確確保神 確保神 確保神 跟神鎖 固定的還 確定沒有問題 我們才有人才下拉 但是 其實 講白的喔 會回歸來 其實 講這個例子 呃 如果有興趣 為什麼我們會打廣告 希望更多的比較年輕或 對這個資訊區比較熟悉的人 如果你們有興趣可以加入 會有更多不一樣的模式 還有更多不一樣的應用方法 像我們這樣高了 像剛剛我們講的這樣 繞的方法其實是可以不必喔 我們也可以說制高點下來 那邊其實空派機確認好之後 雙方面就是我們地面監控 我們做無人機導引的時候 我們可以提供地面人員前進的時候 順便要求他可以做即時定位 我們第一天就有做 第二天沒做的原因是因為 可能我們地面的大哥他認為 我們這個裝置多一個設備多一個重量 他就沒有用 不過第二天就是我們下線到這麼下面 一個一個點停進 如果你看 可能你們看可能這個形狀沒有什麼 但是其實那個波度喔 波度都還蠻陡的 我們垂降 垂降了那位大哥回去其實 兩隻手兩隻腳 雖然都有穿長袖或長褲 其實都有那個受傷的痕跡 因為你在畢竟他是沒有山徑也沒有路 所以他看起來的狀況就是 都是硬開道路或者是攀爬那個樹去停進的 如果你們可以再看一次喔 其實無人機應用 其實看起來說你如果說做得更好 就是把OSM圖絲航線 其實導入在我們旁邊 你們可能就會看得更仔細 但是這個看起來就是完全用 規劃的非常好 我把坐標確認沒有問題 我就是直接用APP或D面在軟體都可以做去規劃 規劃完就是像這樣子 是拍這個錄影的過程中 完全沒有簡潔 就直接到那個定點 大約 因為這個側面我看起來沒有很清楚 大約是在這附近 如果你們在正面應該會看得很清楚 因為我們在飛行過程中 大概都是看正面的畫面 而且如果車輛而已到的話 我們設備至少是 至少是iPad 9.7到12以上 或者是在外掛一台4K 可能40寸的4K電視 這樣你在空中去看那個微小物體的時候 其實是還蠻精確的 那時候回過頭來喔 呃 說如果你們有興趣使用這個 呃 無人機接的OSM的圖子 第一個 等一下我開一下 雖然說 呃開圓圖是很方便 但是 呃 它有一個限制喔 要特別留意喔 我先開一套 飛行其實很注意安全 呃 像這個 呃 QGC喔 它這邊 資料 它預設喔 呃 早期我們知道是有 有可以弄 呃 所謂的 呃 open的圖子 現在如果有開圓的幾乎 我們現在看到 就可能 就 這一個 跟開圓相關的 會實在沒有 沒有直接整個拉進來 其實可能有一些原因 因為可能 呃 不知道是不是說 因為多方管理的問題 最後我們 在 這個比較精準的 除了 我們剛剛講UGS UGCS 有用到以外 我們看到 它只能說 剛剛這個 欸 等一下喔 它只可以做 就是 就是讓你 匯入圖專的方式 匯進來 就是 呃 設計是要讓你說 更精準 你確認 那個圖專 你做的是精準度 或一些 呃 高層資料 或地形資料 沒有問題 喔 才讓你匯進來 然後 我們在使用這樣 呃 我的經驗啦 因為 我比較沒有用這一套 去 呃 執行任務 原因的 其實因為 第一個 不然開圓好好用 因為有一些 飛行人 他會 呃 準確的 要 要注意安全 或者是那個 呃 功能穩定度 我們直接 使用 UGCS 他在切換上 其實是沒有 沒有這麼麻煩 他就 呃 好幾個是可以做 呃 類似這樣子 我也在做 那個 離線地圖的方式 去做切換 他直接是 可以即時切換的 他在 提到 其實 呃 在我們剛剛講 呃 現在無人機救災 跟其實剛剛講的 那個消防 其實都有 蠻大的一個 部分 其實是大部分 要求離線 那其實 這也是 OSM 呃 開放街圖最大的優勢 你可以 很自由的去做圖抓 或者是做 做成紙粉的地圖 呃 我們現在應該 現場的人都有聽過 如地圖 對 其實 這也是 呃 在N3 呃 社群裡面 或N3人大部分會用的原因 因為 其實山區齁 呃 他最 最大的問題就是 搞不好就是 那個地方沒有網路 所以說離線其實是很重要的部分 嗯 大概 呃 介紹是這樣 如果你們有興趣 可以等一下 背後交流 呃 再來是 如果再打一下廣告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 加入 現在目前我知道是 每個縣市其實都有 呃 最好的是 你看每個縣市齁 呃 所謂的 機能型易交 正常來講 它有分 水域 山域 跟所謂 呃 資通訊 資通訊目前比較熱門 就可能聽到的 有無人機無人機 口罩 啊 這個大部分因為 接受程度其實是 呃 需要比較年輕 年輕化 因為 呃 你要一交大哥去 五六十歲 你要去學無人機或新的東西 其實會有一定的門檻 但是 呃 但是 我們那個 年長的大哥他還是有好處 他其實是 至少 他不像 呃 我們做 我們寫Code 或開源人 很多大部分 就在家裡較多 他其實體力非常好 呃 你可能 呃 假設我舉個例子 你從 呃 停車場要爬到七星山頂 你可能要 呃 三十分鐘四十分鐘 厲害的 他可能是五到二十分鐘 就已經 上去又下來了 所以 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有興趣 呃 呃 我今天應該差不多就到這邊 祝各位 因為 最近十次 口罩又 又蠻熱門的 我有口罩戴一下 戴好戴滿 希望明年Costcard可以見 台灣那個疫情 可以 呃 希望不會有第二波的爆發 謝謝